今天两代就一起来看看我们这个2023年下半年的大预言 大预言 但是我们一开始先问一下 福德路院长是第一次上门命运好好玩的 是 院长 说您所创办的紫薇师范学院是 培育了很多专业的紫薇讲师而创立 培育了很多命理人才 是 那您成为命理老师的契机 说跟您当年经商投资失败有关系 是 您原来是生意人 做生意 38岁以前吧 我大概是2089创业 到了38岁 创业做了哪一行 做贸易 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 因为那个时候台湾很景气 那后来到了民国87、88年的时候 整个台湾的景气就下滑 那个时候生意就撑不住 撑不过去了 然后之后就休息了 那休息之后 那时候阿美老师几岁 还没出生 还没 小学 小学 你年轻那么大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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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阿美老师你本身 我带宅 对 我听起来是鼓歌 英功 代赞 这个天丁啊 这个一天丁啊 你大概就要破财了 因为天丁嘛 天丁 丁出来了你就大概要破 基本上是这样 对 千金就收钱了 嘿 哦是哦 生女儿收钱 生女儿收钱 对 生儿子花钱 对 所以您后来这个生意收起来之后 您就开始就研究命理 对 就感觉好久没看书了 后来想想 在学校的时候有看过紫薇 后来就买了一本紫薇的书 这一看 哎呀 怎么好像有点看懂了 嗯 就可能年年大 一开始都是看自己命对不对 对 我怎么这么倒霉 怎么给我碰上了 那我什么时候会开运 其实大家都一样 是 对不对 就是这样 然后后来就自己 就闭关嘛 闭关大概两年 心情很沮丧 嗯 心心很想静下来 嗯 哦 因为苦了十多年了 所以心里很苦十多年 对啊 那后来 后来两年之后 然后我就 到第三年我就 就感觉 哎 好像我好像通了 哦 好像百分之七十八十通了这样 嗯 我想说不行啦 没钱啦 要吃饭啦 是 哎呦 赶紧就 就教学了 嗯 哦 啊 就在社区里面教很多同学 啊 就是紫薇好好玩 这个白 大家一起来玩 哦 后来其实我后来才知道 我根本不是老板格 我是老师 你是老师 我喜欢教人 喜欢教人 喜欢分享 是 喜欢跟大家聊天 嗯 让大家其实从学命里的当中 了解自己嘛 对 对啊 就认识自己很重要 就是从命盘里面知道性格 反正决定命运 对 对不对 也知道自己的流年大运 对 人的命运10%是先天的 90%啊 其实是 都是自己的个性 性格 决定 明天以后的命运 哦 今天做了什么 你的行为 举止 习惯 你做了好的 做了善的 明天以后会 会好一些吧 所以陆续培养了很多讲师 嗯 是 那个学生 嗯 同学学 有一同学缴了学费 缴了五年了 哎 我说 我 你可以了吧 你应该差不多了吧 不要再听了 因为我很不舍 他一直缴学费 嗯 哦 他搞不好喜欢 就是跟你学习啊 是 学学学 我说 这样子好 你没有算一算 说不定这是桃花韵 哈哈 他是喜欢你的 那位是男生 哦 我喜欢女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后来后来说 那你帮我教个入门班 基础班好了 就开始了 我说哎 真的耶 那蛮好的 他们学会了 可以顺便 推广推广 把紫薇斗树的这个 这个认识自己的 一个重点 传播出去 嗯 所以到现在是我的志业 嗯 我一辈子都会做紫薇 因为他是好学位 哦 所以福德路院长 您在 您是院长也上课 阿美老师现在也教课 对不对 对 对 也教课 阿美老师在 读 读大学的时候 然后我就特地为他 我说你开个社 我来 嗯 就成立一个社团 在大学里面成立 紫薇斗树社 诗大的时候 对 成立一个紫薇斗树社团 哦 学生七八十个哦 七十八十位同学 第二大社 他们师大第二大社是紫薇斗树 你们年轻人不都说 迷信啦 神经病了 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人 真的有兴趣 可是真的有 因为 应该这样讲 我自己去听的方式 其实一开始我是 不愿意去的 他那时候说 成立一个社团啊 然后在你们学校成立 然后就要跑流程嘛 就去申请 申请完之后 我就说 好啦 申请完啦 你来上课吧 然后我要走了 拜拜 你不想上 我完全没有 那时候你也都没学啊 我完全没有学 那时候我完全没有任何兴趣 然后后来院长是跟我讲一句 他就说好 要不然你来听我第一堂课 你听完之后 你决定你要不要居上 他就只告诉我这句是 然后我听了第一堂课之后 就到现在了 对 因为我是一个 很传道悄愁自然之的人 我觉得会发生就会发生 不会发生就不会发生 所以我比较重视的是 人跟人啊 性格 想法 思维 我很重视这一块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心理学 所以这一块我觉得我非常重要 可是我后来去上了课之后 我就感觉 其实院长讲的东西 跟我既定想的命理完全不同 所以我才决定愿意说 那我就再听第二堂 第三堂 然后就一路 后来就发现 他可以跟我的心理学结合 所以我才 因为那个社团 我才开始接触自为斗书 只上一堂课就有兴趣 表示这个辅德路院长上课上得好 对 对不对 说得我好有兴趣 真的 来 我们回头这边问一下 易华老师跟李勤老师 你们当初想要传承家业学习命理 是自己愿意的吗 我从小就是一个 比较不听话的孩子 你比较像叛逆的 对 我很叛逆 所以呢 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 其实我阿嬷 我阿嬷也是同事这一行的 所以我很小的时候 就是我阿嬷在帮人家补挂的时候 我就在旁边玩 然后她拿一个什么的蒜 我就把她拿走 然后就是这样子一直玩大的 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电脑 然后所以呢 我们要排名盘必须要手写 因为陪阿嬷看歌仔戏 陪妈妈看电视 她们就会指着电商人说 这个名号就是安装 这支嘴就是安装 就是让从小耳濡目染 然后我就觉得说 因为妈妈说你也只能听 阿嬷说你也只能听 所以我就觉得 好啦 听 反正你不要反驳就好了 反正就听 有时候是马尔东风 然后一直到小学毕业那一年 因为我妈妈那时候 很多国外的客户 但是呢 出国去 她就是要把所有工作集中在一起 她就问我说 你要不要去玩 然后我说 要不要跟妈妈一起 出国去玩 要不要跟妈妈出国去玩 当然要 当然好啊 然后她第二句话说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你要来当我的小助理 所以我是中华民国 第一个出国打工度假的小学生 那妳要做什么 我就是开始学排八字命盘 客人只要把那个资料拿给我 我就把命名排出来 排出来就给妈妈 但是我以为下午就可以走 没有 你要坐在旁边等 因为她下面一个人 还在后面排队 你只能坐在那边等 就开始听 听一听就觉得好像没有趣的 那个时候开始有一点点兴趣 然后而且又有零用权 觉得 还觉得你妈妈好神 这有做 循循善用 那个就是驴子前面的胡萝卜 对 然后所以从那个时候小学毕业到 一直到我大学 其实多多少少都有在接触 然后都有加加减减学 但是我真正的 觉得我应该好好的学 是我大学的时候 因为我的同学 其实都知道我们家在做什么 然后我大一的时候 有一次就是我一个同学翘课 那时候大学生可能跟现在大学 也差不多 算是二三十年前 我的同学翘课 但是他在我们放学的时候来找我 他说同学来帮我补个卦 他跟他同学吵 他跟我女朋友 我同学跟他女朋友吵架 然后吵架之后 他说前天晚上吵架 他就出去没回来 他们同居 然后所以我就说 好 来补个卦 然后那时候真的学艺不尽 所以我补完之后 那个卦我就说 你们有打架吗 你们有吵架吗 你有动手吗 因为我那个同学是男的 他说没有 我怎么可能动我打女生 我说可是有雪光 有雪光 然后昨天你们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我的那个能力 只能看到有雪光 后来我们就找了几个同学说 那我们赶快回去看看好了 你昨天出来就没回去 搞不好那女的怎么样了 你也不知道 搞不好在你家 把你家狗杀你也不知道 后来 对 因为据他所说 那个女生就有点歇斯底里 后来我们去 他们是住在那个顶楼加盖 然后那个房子还好 门被女生反锁了 可是他的那个房东 没有把那个窗型冷气锁死 所以我们是从窗型冷气的洞 爬进去的 因为那时候我们从那个凤凤看的时候 为什么硬要爬进去 看到里面满地都是血 对 然后我们就几个男生嘛 有几个男生就把那个冷气搬出来 然后就一个男生爬进去 然后再开门让我们女生进去 就一看就是那个女生割碗 然后满地都是血 是因为那女生摔破了很多的杯子 酒瓶 他又喝酒 然后就踩了满地的血 后来才送他去急诊 在那一次之后 在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说 我应该把这个东西好好的学好 我应该知道说 救人 什么状况 我可以在可能在那之前 我就告诉他可能会有什么事情 甚至知道说 这个人会怎么样 会不会死了之类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那一次 我大学的那一次 是我真心想要把这个东西学好的 一个很大的关键 那李行老师呢 其实我的过程跟易华老师蛮像的 其实在刚开始真的没有想过说 我要进入秘理行业 更没想过说我要传承家业 你来学什么的 我本来是学这个化工的 我曾经一开始我学了一年的建筑 后来就现在还全部学化工 然后学完了之后呢 我还到大陆的这个传统产业 工作了十年 那后来对 后来是因为我爸爸健康的关系 那我没办法 因为我家里面就我一个小孩 所以我必须要回来 那回来就 就接进入了这个秘理行业 那这样听起来也许大家都会觉得说 那就是好像所有的故事 都是这样子去这样子延续的 其实你们知道吗 所有的一些细节 都在玉佩老师的掌握之中 怎么讲 因为从一般的小朋友 为什么我说跟易华老师很像 一般小朋友都背什么 人之初性本善 背九九成八表 是 那个玉佩老师从小叫我背这个 五行深刻制化理 要我背这个易经六十四卦 那那时候只是觉得说 我跟一般小朋友不一样 但是就妈妈嘛 妈妈在家里面就跟菩萨一样 OK 好 那我就 妈妈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妈在家是菩萨还是慈禧太后 我这个是 看事情 看事情 那再来就是说 一般小朋友如果说做错事情 可能要去罚站 或者可能要被打屁股 但对于我而言 我刚讲的那些什么 易经六十四卦 无行深刻制化理 我又要去罚血 就要去罚血 那后来就是说因为 玉佩老师他有收弟子 收弟子跟收学生是不一样的 弟子是要磕头的 对 那收弟子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跟易华老师一样 暑假的时候 想要有零用钱嘛 一般的学生都会去佳乐福 什么麦当劳加油站 玉佩老师说你不要去那种地方 对 你跟着我来 我付你两倍的这个时薪 那我就去做什么呢 玉佩老师他也不会强迫我 他说你就在旁边 一些师兄师姐来的时候 你就负责招呼 然后负责录影 那负责就是说帮忙擦白板 好 那这样子做是做什么 其实现在想一想 他是经由这很长时间的 一个积累我就在旁边听 因为我在旁边 我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 对 跑不了 我就在那边听好吧 因为又要录影 那有时候录影的时候 那录影机他会跑 所以我不能做其他的事情 我就得一直看着玉佩老师 所以他写什么 我都记在这个脑袋里面 当我总经病理行业的时候 我才发现其实我从小的时候 一直在现在 我始终都是在秘密行业 只是玉佩老师他一直有 有意无意 有行无意行的 让我沉浸在这个环境里面 玉佩老师让你假自由 对 假民主 对 放你出去还拿绳子绑 对 如果你常跟玉佩老师 那个聊天然后沟通就知道 玉佩老师他席字如今 他能够用一句话讲完 他不会跟你多说另外一个字 所以从小到大 玉佩老师他就说一直 有点类似像寻寻善幼这样的 接受欢迎的命理大师 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 包含神准算命开运商品开运密法 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